我觉得没有可理性的 这个因为男生一个女生 这哪是送问题 这是送命迪 哈喽 猫眼大明星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子峰 八卦粉碎机 真料看这里 今天我要粉碎的八卦是 张子峰 你好 知华中出演 周迅小时候零七更生 周迅 这谁说的 呃 我觉得 呃 就 呃 这个好大会答案你们的问题 就 也 也没有了 我其实没什么灵气 我其实没什么灵气 我只是 普通的孩子而已 呃 眼神少女再现金马提名 史之名归 但我其实还没有看整个的 知华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 我就不知道了 眼神少女 我确实还挺喜欢用眼睛表达东西的 但是我不知道 我的眼睛是不是无神的 那就不清楚了 这不是无神的 这个是无神的 这个是无神的 我 还好啊 其实 但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说 说我长得像雷佳英老师 没关系啊 我就挺好的 这个是不愿意想说谁干的 好看的 没有可理性的 这个 因为男的男生一个女生 张子峰笑起来好甜 青春的初恋 难道不就是这样吗 那 我觉得 大家别纠结笑了 万一以后演了一个不怎么笑的角色 我就惨了 张子峰活动造型被吐槽难看 人家似乎这么美 我就没有了 朋友造型师该辞职了 我在改善中 反正还年轻 在17年慢慢来兵 私服这么美 这个 我今天喜欢 并且 能接受的 我觉得走 都挺好看的 都挺好看的 我们一共有一到十二个数字 需要挑选六个数字 然后我来告诉你是送命题还是送分题 一到十二 那就八 宝宇 海哥哥的哪个男演员最帅 哎呦 你们这个问题 我哥 我哥帅 观众们 我哥帅 你们自行理解这些话吧 我哥很帅 六 都是好吉利的数字 又是送命题 你们 故意的 有一个按钮 按一下你会长高一点点 然后对方会下降一点点 你会再想按 我哥呀 你们按个按钮 三四下吧 我觉得已经很仁慈了 七 好 如果能做一天的键盘侠 你在想吐槽什么 我其实并不排斥键盘侠 但是我一定必须得吐槽什么 那我就吐槽键盘侠怎么这么多 十二 送分 这哪是送问题 这是送问题 杀伤脸 还是笑一下吧 九选了吧 那选九 想给你的哪个部位上保险 哪个部位上保险 哪里最容易受伤 这个哪里上保险呗 十一选了吧 为什么绝对不想演的时候 其实真的没有 我还是挺愿意尝试的 废主舞打片我不想想演 侠侣我其实不想演 我还是挺愿意尝试的 为什么 累呀 我不喜欢打来打去 我是一个安静的人 轮干者游戏 谁敢谁有信 怕出自己的理想型 妈呀 你这个理想型 没有画成我哥了 我只会 因为我只会 我刚本来的手指不太抽的 然后发现这话不太对 我真的没有觉得我哥不好看 我哥真的挺好看的 完了 已经画毁了 再画成老爷爷了 其实没有最为公正的名字 我只觉得 我男生寸头挺帅的 所以我就执着于这个点 然后画了皱纹 不是因为觉得年纪大的才好 是觉得 就是那种敢于直面自己身上的缺恋的人 就还 其实就挺好的 有中文是不是还有这个地方的法令文 是不是说明爱笑 是一个爱笑的阳光的大男孩 还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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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